刚排到游泼目入了 今天心情好 放了一把先知 结果直接就是人榜第二的s1先知 甚至还附加一个s1的飞行家 这把是野人救人为啊抓不了 所以直接带上一行像啦啦宝宝开战 来了 有很多人问我厂长抓啦啦一直是被克制的 我笑了笑 来 走曲儿 抓啦啦很简单 开局肯定是要保证身位很近 稍微骗一骗红光 其实也可以不骗 直接跟翻过去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先慢慢追 厂长本来就是一个慢追机角色 咱们也不着急 换做隔壁那些cd类角色肯定是已经开始放第一个技能了 记住啦啦交技能的时候 就是我们拿机会的时候 跟翻不用怕 有落地加速 身位是不会丢的 直接放木炭包夹 拿着剩余的落地加速过来包夹 他肯定是要交技能的 确认好啦啦的位置 2d 啊不是你个傻逼 你不踩板子 你觉得你能单杀吗 回归主题啊 继续抓啦啦啦啦交出技能 那么我的优势来了 因为他交完技能会减速 但是我的追猎可不会减速 跟翻 这样以来啦啦一般交一个加速是一点用处没有的 一行下去 拿下一刀 一个加速能追上 两个加速 你看看你这cd你确定要打厂长 开局交双加速吗 啦啦宝宝是这样的 一分钟一个的技能还化解不了 必须连交两个两个就是两分钟的cd呀宝贝 前期追击很快呀 但坏消息是先知的鸟还没有交 下一波肯定是稳稳套搏命的 劳大把大招交了 也算一个好事 可惜大招没有推到我 那我只能像一条赖皮虫一样 一直跟在你的屁股后面 你还甩不开 这是追猎的优点 也是厂长的优点 毕竟除了厂长应该也没啥人来追猎了吧 当然放技能断追猎的不算 厂长放木炭可是不断追猎的 这样白拿了一刀se冰箱换回去 准备守椅子 看野人怎么来救人吧 哦不对 先知来救 直接套的话 那打正对吧 啊 这能空刀 网易你看看 这合理吗 这刀都砍到拉拉的身上了 你给我判定到了空气 真的 新引擎就是一坨屎 哈哈哈哈哈哈 不过还好 26的角色是一个拉拉宝宝 如果是其他充能闹剧 比如祭司勘探的话 可能还溜很久 拉拉的话 那现在来着比赛现场 现在拉拉队员交出了他加速 接下来厂长将怎么应对呢 厂长选择跟翻 拉拉队员胜虚了 走不动了 只能说拉拉宝宝是这样的 善意减速自己 加上落地加速的跟随 直接一刀拿下击倒 你就说换成勘探祭司 这能击倒吗 对吧 来到空厂 厂上还剩下一个三台机啊 有人就问了 为什么是三台机 那船上的还谁爱管谁管 你吧 我反正不要了 胡锦春还好 至少他是大厨 像盛行医院如果电机刷二楼 那真的就是活 说那啥了 空厂还是那句话 满地图乱飞去骗道具 骗血条 野人这是第二次骑猪 咱们用不着管他 稍微骗一骗 等他第三次骑猪的时候 再来管他 因为野人第三次骑猪 上猪时间只有25秒钟 并不长 当然是对于厂长的追击来讲 对于别的屠夫 追击25秒还是有点长了哈 临走之前放个木炭 防止娃娃被野人给偷掉了 直接换完过来 去选择管先制机子 只可惜傻懒着2D跑去控场了 害的女儿被点了 没办法 只能按追这个先知了 人榜第二的S1先知 狗操的2D又跑了 这怎么打 这个时候你换个鸡块可能都能拿到 我这 气死了 没办法 先去管一下角落飞行家吧 毕竟他是半血 说不定就起击倒了 野人他这个文盲让他休一会也没啥事 但如果你告诉我在角落修机的不是野人 而是一个绿哥萌萌的话 我会二话不说冲过去 第一他拆了我的女儿 第二 律师修机实在太快了 A机超奶头40秒钟偷开一台全新的密码机 很难崩 放木炭帮帮碎板子 但这傻逼木炭不拆板子想去追人 那给他收了 反正先吸点火 手势也要用 我现在严重怀疑2d就是杰克 有人格分裂好孩子和坏孩子 一下子出手即是巅峰 一下子演的又不行 这把空场肯定控不了了 那只能来手势 虽然我是个空场主吧 但副业肯定还是手势 妈呀 s1先知吸这么快 真的好会吸呀 不过没事 我还可以当一下大提琴家 悠闲拉闲 回放市价才知道野人的电机已经97%了 这波牵的是真极限啊 削弱5%修机速度的含金量还在上升 我不说是哪个角色 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细节 先放下来 放了木炭 然后再挂 如果你先挂人的话 他直接贴过来放木炭 2d睡着就完了 直接过来追这个飞行家 不用怕 稳稳的很安心 毕竟2d在后面跟不见后呢 野人骑猪了 就说明没有人压机子 野人过来救人了 把他往外追 飞行家叫道具也不怕 最好是给他击倒 人挂人是最好的 毕竟没人贴机子 这野人我擦弯刀的还没贴过来 那不是给我手势的机会吗 应该要直接下猪了 毕竟是25秒的猪手术优秀的生龙斩可以做到贴到地面不飞起来 什么 你想要我藏导贴地生龙斩的教学 不是 当然配了 那有的人就会问了 哎二弟 你为什么不给大哥补刀啊 为什么你在上面只看着 为什么不补刀啊 二弟说 我不给你补呀 还有的说呢 还给我补个蛋吧 贴贴 但我也不补啊 你要金蛋还是银蛋 补蛋补蛋 贴贴 鸡蛋我都不补